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如果你看今天的周报 上礼拜我们教会有一个会员班 这个会员班也帮助我们对教会有更多的认识 我们在2月4号 今天有点提早 在2月4号也有一个合会 就是会员大会 盼望大家那天也能够分别这段时间 能够来参与 了解教会未来要走的方向 在这个会员班的时候 我有机会就是能够问到 那天来参加会员班的弟兄姐妹 一个很简单的问题 我那个问题是说 请问你一生当中 你第一间去的教会是哪一间教会 我要他们想一下 现在我也要你们想一下 你在你一生当中 你第一间去的教会是在哪里 那那间教会是多久以前 然后你对那间教会的印象是什么 我再把题目讲一下 你由生以来第一次去的那间教会是在哪里 你那时候对教会的印象是什么 好 那那时候我问了以后 每个弟兄姐妹的回答都不太一样 那我也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有趣 那有的弟兄姐妹说 他第一个去教会就是对教会的音乐所吸引 他从来没有去过教会 哇 结果一去 奇怪这个唱的歌怎么特别好听 特别会感人 有时候听一听还会流泪 很特别 那有的人他去教会就是觉得那个牧师讲得到 跟外面的人讲的话不太一样 他有一些话他回去以后 他还会思考 还会学习 那有的人说 哇 他很高兴去教会 因为教会 把他的孩子教得很好 孩子会回去还说 爸爸我们要一起来祷告 今天我们要来祷告 还有很多的功课 他也一起学习 我相信每个人对教会的印象都不一样 那如果你前两个礼拜有来 我们就有想过 我就有提过 因为今年是安安教会第三十周年 所以我自己在祷告的时候 我觉得神给我一个感动 我希望用将近一年的时间 来思考我们每个人跟教会真正的关系 还有教会跟我们真正的关系 那我从小在教会里长大 那在预备这个信息的时候 我也有很多的机会 比较认真的去思考 所以我们从前两次的讲台开始 那今年我们都会做一些整理 那我们不会一个一个讲 但是有一些东西我愿意从 教会里服侍的经验里面 跟大家一起思想 然后一起祷告 好 首先 我们刚才有提到 每一个人对教会的看法的经验 都是不一样的 那首先 教会最简单的 最基本的一个定义 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 它最简单的一个定义是这样子 它就是Eglasia 这个字很简单 就是呼召出来的意思 就是呼召出来 那也可以说是 教会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 我这里有一根羊角 这根羊角是从我去以色列买的 那这个 因为各位想象一下 在三千年四千年前 它那个时候 也没有手机 也没有什么任何的工具 那他们如果要集合一群人 他们怎么做 他们就是吹这个羊角 可惜我这个没有练习过 一吹都烙开 吹起来蛮难听的 但是我们要为了达到那个效果 我们请那个今天 今天在教会里有参加 有在敬拜赞美团服事的人 举手一下 不要客气 你在教会里有参加敬拜赞美团的人 请举手一下 不要放下 好 可以了 好 请放下 等一下我一吹的时候 你们要站起来 吹起来很难听 不太要仔细听 仔细听 就这么难听 那你们听得到就好了 听得到就好了 这个我不是专业的 所以我不能当以色列 但是敬拜赞美团的人 听到时候你要站起来 那你不是敬拜赞美的人 就不要站起来 好 那我吹一声的时候 你们要站起来 那我吹两声的时候 你们坐下 可以预备好了吗 好 听清楚了 好 仔细 那个敬拜赞美的人 请注意 预备 这就是教会 教会是什么 教会就是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 这是一个最简单的定义 Ecclesia 他在旧约在新约里面 他最早就是说 当他有一个特别的任务 需要完成的时候 他就会呼召一批人出来 他就是一群被呼召的人 所以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 教会也不是你谈恋爱的地方 教会甚至不是你读圣经的地方 教会就是一群人 为了一个特殊的目的 被呼召出来的 来完成那个任务 完成这个任务 这个可以很广义 也可以很狭义 这个就是教会 所以换句话说 教会它是一个活的东西 它是一个dynamic的东西 它是一群人 不是一个建筑物 你如果说是一个建筑物 上面有一个十字架 你有去过菲律宾 有一些墓园也是这样 所以教会是一群人 被呼召出来完成一个任务 那这个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 在当兵的时候 就比较紧张 那我们那个时候 我刚刚那时候很年轻 我在澎湖外岛当兵 所以我一去 我那时候才十九岁 又年轻又壮 他就把我选去那个叫做 紧急集合班 我们新兵 然后每天我们睡觉时候 就要穿着那个靴子 他训练我们 然后我们一听到这个声音 各位不要被我吓到 一听到这个声音 所有人还可以睡觉 我们就要起来了 起来以后马上跑到那个 那个待命班 就是那个大门口 然后每个人马上拿一把枪 然后集合 所以有一些呼召是对某一群人的 有一些人 你不一定要回应呼召 因为你如果不是那个班的人 你不需要去 各位知道意思吗 所以教会他这边又告诉我们 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不过简单讲 教会就是什么 就是一群被呼召的人出来 出来要做 他们要完成一件事情 你被呼召出来做很多事情 但是教会有一个特殊的目的 那保罗对于教会 他有很多的解释跟说明 那我觉得最让我容易懂 最让我容易明白的 就是这种关系 叫做教会就好像是一个人的头 跟他的身体 我再讲一次 教会很简单 就像是一个人的头 跟他的身体 你们看以夫所书第一章 跟哥罗西书第一章 都有提到头跟身体的关系 那大家看一下 一群被呼召出来完成任务的人 另外就是 然后一个人最重要的就是头 各位我们都有出国的经验 那个人他看到你过来 他看了呼召 然后他会不会看你穿什么鞋子 不会 他一定要看你这个头 要看你这个人 换句话说 一个人最重要的代表就是你的头 一个人最重要的代表就是你的头 我想这个是很简单的道理 同样的 保罗告诉我们 一个身体最重要的关系 就是头跟身体的关系 身体跟头的关系 身体必须听命于头 头要你往那边 大家就往那边 头要你往那边 就往那边 对不起我这样讲 如果一个身体没有头 那个身体是没有意义的 你说哇 这个手很漂亮啊 这个脚很漂亮啊 我拥有很多的财产 当一个人头都没有了 他就没有意义了 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 我们一群人呼召出来 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 就是一种头跟身体 身体跟头的关系 这么重要 这么密切 所以教会说两句话就讲完了 一群被呼召出来的人 他们听命于主 认识主跟随主 结束了 这就是教会 你说这个道理我懂了 好 所以保罗他在以福守树的一开始 他就把他对教会的期望 我上次有提到 我们要想象大概是两千多年前 当保罗拍一个使者 到了教会的时候 他就宣读他的这段经文 那我只念 这段经文我们已经提过很多次了 我只念我觉得很重要的 请大家在读的时候读慢一点 稍微思考一下 这段经文现在你读起来 对你有什么意义 以福守树第一章三到四节 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上帝 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 就如上帝从创立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称为圣洁 无有瑕疵 十一节 我们也在他里面得了基业 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而行 做万事的 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 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首先在基督里 有盼望的人可以得着称赞 这个字我念的都懂 合起来有点不太清楚 他到底要说什么 事实上这一段内容原来是用诗歌题写的 它是一种唱的 是一种敬拜的 愿颂赞 从颂赞到赞美 所以你看保罗的书信有一个很特别 特别在以福所书 他是从敬拜开始 我把它翻成白话文 哎呀 我心里愿意颂赞归给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也归给那位在天上我们的天父 这位基督啊 在他里面 从天父那里 我们已经领受了天上 所有那种奇妙的福分 其实这种福分 是上帝在创立这个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已经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 没有瑕疵 我要请大家特别注意 红字在基督里 特别那个拣选 我今天会focus 就是这个字 拣选 第十一节 我也可以这么翻 他拣选了我们 在他里面得着一种属灵的基业 这种基业就是随着他的意志 做万事的那位基督 他所预宣为我们预定的 他叫我们得到这个基业 就是叫他的荣耀 从我们这些 已经首先在基督里面的人 得到更深的盼望 我们为此要大大的赞美神 我把它翻成白话文 好 它是一种诗歌 所以我鼓励 其实 我感谢主 安恩教会 特别是我们华语堂 真的是有很好的敬拜赞美团 弟兄姐妹 每个礼拜来教会 参加敬拜赞美 你们觉得重不重要 非常的重要 借着歌词 借着音乐 神事实上是会对你说话的 所以我们鼓励 我知道每个人 有的时候时间的关系 真的是鼓励大家 能够开一口就是学敬拜 然后他这本书 一开始是敬拜 最后又是敬拜 从敬拜到敬拜 你们有没有发现 现在教会也是这样 从敬拜到敬拜 所以敬拜是教会的传统 也是教会里面 很重要的一个功课 所以我们今年立志 如果能够稍微早一点点来 能够参加一起敬拜 一起让圣灵来带领 我觉得这是很宝贝的一件事情 鼓励大家 我们一起来努力 好 今天我要讲一个字 叫做拣选跟预定 上礼拜林牧师 已经稍微提过 这个在神学上 有很多的讨论 但是我把它弄得简单一点 其实在我自己的观察 我自己的学医 拣选跟预定 有点像是那个 你们有吃过那个麻花吗 就是两根这样缠在一起的 拣选跟预定 它是重复出现的 每一次它都在讲同一件事情 它从不同的角度 它讲同一件事情 拣选就是预定 预定就是拣选 讲白了就是这样 不管它的拣选预定 最重要的是 我们要怎么回应 我接着讲 你就会清楚 所谓的拣选 它在原文的意思里面 就是选出来 是一种choice 但是呢 我更喜欢的一个翻译 叫做精挑细选 你有一个东西 你是经过精挑细选的 那有时候那个师母 她叫我去 那个女去买 去买一些那个梨子 我就到了久久去 哇 一山的梨子 我去打电话 要买什么梨子 她说啊 怎么挑啊 因为都是师母 她说 你去买那个 韩国的最贵的那个 你看韩国的最贵的 啊 好了 好了 就买回去 精挑细选 弟兄姐妹 我们每一个人 在原文里 都是被神精挑细选出来的 第二 不但是精挑细选 而且还是预定 所以有时候我一去 我就傻眼了 我说这个梨子这么多 她说就买那个韩国的 买那个韩国的 对不起 我好像做广告 我没有那个意思 就买那个 三个盒 一个塑胶盒那种 上面有一个记号 你就买那种 换句话说 它一旁边有 精挑细选 一方面上面 已经有记号了 所以你一去 啊 马上就对了 弟兄姐妹 在神的眼中 我们是神精挑细选出来的 神在我们上面 也有做一个 很清楚的mark 希望跟你的认识 有点不一样 什么叫精挑细选 我们要请那个Maggie 帮一下忙 请站起来一下 Maggie是我的好姐妹 她不会生气 我请问你 我知道 因为Maggie 那时候非常受欢迎 追她的人很多 众人当中 你为什么会挑的Samuel呢 有很多原因 有很多原因 其实有一次 我们在破冰的时候 有玩一个游戏 就说 你最欣赏 对方的一点是什么 为什么那一点会打动 喜欢是一回事 跟他约会是一回事 结婚又是一回事 对不对 为什么众人当中 那个时候 这么多人在追你 那你就 你觉得那个时候 Sam有一个特质 能不能透露一下 有没有一个 你现在回想 真的很特别的一点 就是他看起来 蛮干净洁白 然后拉起来 其实就非常有气质的样子 好 好 谢谢 看起来很干净 又会拉小提琴 又气质 而且他还会很会弹钢琴 绝对音感 不需要干谱 希望有一天 我的孩子也能跟他一样 Anyway 其实那时候 我知道了 他看上他 最主要是 当然有很多外在的气质 但是从我的角度来 最重要是 那个 那个Sam的头上有写一个字 叫做 Maggie 所以还看那个Maggie 啊 你们知道我在开玩笑 但是神的拣选跟预定 你仔细看 保罗他整个的意思就是这样子 既拣选 又预定 全世界那么大 那么多学校 偏偏两个人都去念UCSD 偏偏两个人又去同一个教会 偏偏又同一个团契 偏偏那个时候 他有一个亲戚常常要来帮忙 他又住了那么远 又每个礼拜都忙 哪有这么巧的事 如今Samuel回想起来 都是神预备的 Samuel你能说阿们吗 神也拣选 神也预定 所以当你在对了时间的时候 事情就这样成了 弟兄姐妹 其实你回想你的一生 有很多的时候 冥冥之中 那时候你不明白 有一天你回头看 哇 原来如此啊 哦 原来神那时候安排这样 结果从今天我就看出来了 这是一件奇妙的事情 所以以后不要再问 什么拣选啊 什么预定啊 你不要管那么多啦 拣选就是预定 预定就是拣选 当我们在那个moment的时候 你怎么样做出回应 比较重要 广义来讲 广义来讲 拣选跟预定 广义来讲 不论是choice 或是prestination 它其实是同一件事情 广义来讲 我们请大家一起来念 因为这个定义还蛮重要的 请 按神旨意 从群体中选出一个人 或一批人去完成神的旨意 这个叫做拣选 也叫做预定 各位我们都很熟悉 出埃及记 摩西在黄高里几年 四十年 在旷野几年 四十年 当他满八十年的那一天 有一天他又去牧羊 突然有一个声音说 Moses Moses 回头一看 什么 你没有上主日写啊 Burning bush Moses Moses 把脚上的鞋子脱掉 I want to talk to you 摩西就去了 他说你要回到埃及去 把我的百姓从埃及 领出来 来到这个地方 我要把实戒给他们 回去看一下创世纪 拣选 他从小在皇宫里 在旷野里受限了四十年 就是要神的拣选预定 今年奥斯卡 我每年都会注意 最佳影片 我稍微看了一下 但是我很喜欢 今年有一部电影 还没有时间去看 叫做Dark Age 就是讲丘吉尔的故事 丘吉尔是我很欣赏的一个政治家 但是他生命当中有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丘吉尔他从小 他当过记者 当作海军军官 然后也当过大臣 但是在他生命当中 他六十五岁的那一年 欧洲战争爆发 当时的那个张伯伦 弄得焦头烂额 然后整个欧洲马上就要沦陷 然后张伯伦已经心力交瘁 已经心力交瘁了 他就说我要把我的责任交给 那个丘吉尔 Winster丘吉尔 就交给他的时候 他那时候是海军大臣 他说你要交给我 你当然有办法要交我做 他说我觉得就是你了 他就隔天 他就在下医院里提出来 说他要把他的位置辞掉 然后他建议让丘吉尔来代替他 结果那一天开票 结果三百八十票 上医院下医院全票通过 丘吉尔撒住了 整个欧洲都变成希特勒在旷路 但是那天晚上他回去 我看他的日记我很感动 他一开始很难接受 那天他在日记上他跪在床前说 主啊谢谢你为我预备我一生 我的一生就是为了这个时刻 那年他六十六岁 弟兄姐妹 有时候神预备我们一生 就是为了某个时刻 就是要完成他的旨意 什么叫拣选 什么叫预备 就是神从群体当中选出一个人 或者一群人来完成他的旨意 这是比较广义 另外一个比较狭义的 这个跟我们每个人也很有关系 我们一起来念一下 请 神借着耶稣基督 要一起念 因为这个定义蛮重要的 请 神借着耶稣基督 以恩惠与慈爱拣选 叫个别的罪人得救成圣 好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保罗 我们都知道保罗 他从小在加玛列的门下 身为犹太人 受了非常好的教育 在耶路撒冷 然后呢 当时呢 基督教刚刚兴起 那耶稣的年龄跟他差不多 那保罗他学问非常好 用今天的话讲 他可能是这个 中央研究院的院士 学问非常好 能力非常强 他就搞不懂这些 耶稣的这群人 这些拿撒勒的一个木匠 怎么有世界上有这种事情 说他是弥赛 然后从死里复活 这个真的是脱下 这种人就很讨厌 他们这种无知的小民 就很痛恨这种人 不好好读圣经 就开始逼迫他们 结果大家都知道 后来在大马社的路上 他要去逼迫犹太人 他跑到大马社 就突然有一个光照在他身上 那个光 说话了 那个光说什么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要逼迫我 哇 搞得不定是真的 他吓了当场 从马上点下来 眼睛就瞎了 这个故事他都知道 那件事情 让保罗生命完全改变 因为原来 他所逼迫的耶稣 是真的 真的有死里复活这种事 他才发现他自己 是个罪人 就好像当主 找到了彼得 把船开到水深之处 就网了一大网的鱼 后来另外一个船来帮助 也网不下去 当彼得看到神的荣耀 他第一句话说是什么 我们来签一个合约 那以后我们就开一个公式 叫做耶稣彼得公司 你以后跟我合伙 50 50 他不是 他说什么 离开我这个什么 罪人 答对了 当一个人看到神的荣耀 当一个人看到神迹的时候 他第一个反应说 我算什么 所以我们都很清楚 不论是保罗 不论是彼得 彼得他就跪在地上说 主啊 祢是真的主 在使徒行证内 他讲了很多次 当一个人 一个真正的基督徒 就是他在生命当中 真正地碰到耶稣基督 因为他的爱 因为他的恩典 让我们很强烈地感受到 我们的不对 我们的狭隘 我们就因性怎么样 成义 但是我前几台 前几次的讲台有讲过 很多基督徒就是 停留在因性成义 其实基督徒 生命另外一个重要的工作 要什么 分别什么 为圣 因性成义 是一个阶段 基督徒下一个阶段 就是分别为圣 因性成义 分别为圣 八个字就把基督教的信仰讲完了 可惜很多人常常只做一半 没有 只有因性成义 没有分别为圣 或者只有分别为圣 没有回去因性成义 简单地讲 神拣选我们 预定我们 也是狭义 也是广义 拣选跟预定 是同一件事情 问题是我们要不要回应 当那个 Bernie Bush 摩西的时候 他也可以说 啊 好刺眼啊 赶快把太阳眼镜拿来 走 当彼得 看到 那个神迹的时候 他也可以说 哇 好多鱼哦 耶稣却跟他说 来跟从我 他就撒下渔网 来跟从他 因为他看见了神的荣耀 基督徒的生命 就是有一群这种人 被呼召出来的 所组成的就是教会 所以把简单的教义 稍微再整理一下 然后这个关于神的拣选 有几个特质 你说拣选 回应这个也很多啊 有很多选择嘛 有很多选择 但是我为各位 稍微整理了一下 对一个基督徒的 一个被拣选 有几个特质 我们要注意的 第一 我们拣选 必须是在基督里的 就是靠着耶稣基督 来接触我们 用更白话的话 这个叫做救赎性 你说救赎性 我还是听不懂 当一个人成为基督徒 他有一个很重要的动作 你要看见自己生命的黑暗 然后开始叫做 死去活来 我再讲一次 你必须要死去活来 你必须要看见神的荣耀 你说 哎呀 我这个生命这样子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有一些东西 我要舍弃 这种叫做有救赎性 必要有一种真正的改变 如果没有这种真正的改变 那其实跟世人也差不多 你只是后悔 不好意思而已 很重要的 就是要有那个救赎性 用白话话来讲 就是要那种死去活来的经验 你才有办法成为真正的基督徒 你才是真正的回应呼召 第二 这种改变 不只是一次性的 而是永恒性的 而是持续不断性的 我上次已经讲过 这个改变不是说 我这样子不对 我是要继续改变的 不是当完基督徒 设完洗 我就以后每个礼拜来做 礼拜坐在那里 你就成为基督徒 是要持续不断改变的 换句话说 每一个基督徒 每一年应该跟去年不一样 你们阿们吗 因为我们的改变 生命的改变 必须要不断的领受 不断的改变 请你现在跟你旁边的人讲 跟你旁边的人讲 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你不能跟去年一样 你要是跟去年一样 你就是没有遭到 那个持续不断的改变 这是每一个基督徒 要很清楚领受的 那种死去活来的经验 是要不断的一次一次操练的 那才是拣选预定的核心 而且这种拣选目的 是他有计划的 他是有目的的 就好像刚才我讲到摩西 在黄光四十年他是有目的的 不然他没有在黄光四十年 他怎么写摩西五经 他必须会写 他为什么要在旷野四十年 他如果没有在旷野四十年 他哪有办法带领这么多人 在旷野里流浪四十年 大家都不会死 他就有经验了 弟兄姐妹 我愿意这样讲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你生命当中 所有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都有他的计划和目的 有一天 你回头来看 你才会 哦 原来如此 当时你可能没有这个感觉 对不起 我还是举 Meggy的例子 UCSD 台湾学生这么多 哪有刚刚好去同一个团契的 那么多人 他就偏偏会跟Samuel在一起 哪有这种事 现在他有一个女儿很会谈情 哦 原来如此 对不起 我不应该做宣传 不过你知道我的意思 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在生命当中 你不太明白 但是当有一天 你如果顺服在神的旨意 有很多事情你回头来看 各位 你稍微想一下 你的一生当中 是不是有很多很特别的时刻 你再回想起来 台湾学生的嘟嘟啊后 哪有这么多嘟嘟啊后的 按照基督徒的说法 按照保罗的说法 这是有计划的 有目的的 当你不断地回应他的拣选 不断地回应他的呼召 他就带领你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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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往前行 所以弟兄姐妹 神的拣选跟适人的拣选不一样 还有第四点 神的拣选是一种恩慈的 宽广的 无条件的 这个等一下我会特别提 我会特别提 弟兄姐妹 有一段时间 我现在告诉你们 我心里告诉你们 我觉得我是一个不错的人 而且是蛮不错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乖乖派 然后呢 光刻都准时教 也几乎不迟到不早退 一生连一根烟也没有抽过 一次麻将也没有打过 然后呢 几乎从小都当模范生 然后呢 到学校里 没有人愿意做的事情 我都愿意起来做 承担责任 所以我就当很多班长 然后又有恩赐 又有能力 又吸收力很强 告诉你 上帝由我当基督徒 算你好运 不选我选谁啊 我想你们可能不会这样 我真的有一段时间这样想 换句话说 神为什么选我 因为这个 这个看起来特别好嘛 今天要去选 不选我选谁啊 虽然有时候 还是很谦卑 其实心里是这样想的 各位 我们会成为基督徒 是不是因为你特别好 他不是啊 为什么 大家先思考一下 等一下我最后会讲 真的 我有段时间真的觉得这样 神的捲选 神的计划 神的预定 奇妙无比 奇妙无比 大而可畏 我们一生受到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学习 你家人得了癌症 你婚姻上遇到挫折 你有一个非常头痛的孩子 这是神的计划 跟预定 神要在你们身上完成一个奇妙的计划 有一天你回头来看 突然就明白 我们把这个稍微做一个对比 做一个对比 换句话说 如果不是神的捲选 是一般的捲选 是不具救赎性的 你不需要那种死去活来的经验 你不需要的 如果不是神的捲选 那是一次性的 一次完了就算了 他没有不断改变的力量 神的捲选 神的议定 是他有一步一步计划的 不是漫无目的的 不是随机的 不是碰运气的 神的捲选是恩典的 是没有任何条件的 跟你 是不是比较nice 比较好 没有关系 神的捲选 是奥秘 是奇妙 有一天我回头来看 是充满荣耀的 好 这个是他的特色 我就可以提一下 那我要提一下 捲选跟护照的对象 有几个特别 这个 第一个简单的捲选 他在就业里面 有一个 有一个很简单的说法 就是 呼喊的意思 呼喊 对不起 这个阿彪被我吓到 虎哥 我的好朋友在里面 等一下 我说虎哥 你要说 唷 可以 預備 呼哥 要大声一点 呼哥 拣选原来的意思是一种呼召 所以当 在西奈山的时候 神说 Moses Moses 是一种呼喊 也是一种呼召 但是被呼召的人 他有几个条件 他必须要回应 他必须要有谦卑的态度 他必须要听得清楚 在新约里面 这种呼召 比较好的翻译 是一种邀请 刚才我已经讲保罗的故事 保罗他还有一个 很爱的门徒 叫做提摩泰 我们都很熟悉摩西的故事 摩西的呼召 是有一个Burning bush 耶稣亚呢 耶稣亚跟摩西不太一样 耶稣亚 他出生是什么 奴隶 一辈子就是在摩西旁边 当小跟班的 摩西叫他去打仗 就去打仗 叫他跟他上山 他就上山 没有什么做 但是当摩西要 离开世界的时候 他告诉耶稣亚说 我要把这个带领的权柄交给你 你要带领所有的以色列人 进迦南地 不是这样子吗 神有呼召保罗 我们知道保罗一生当中 有一个最重要的图 叫做提摩泰 提摩泰的出生是什么 他是个混血儿 然后就是在第三次的时候 他步道旅行的第三次的时候 他的妈妈说 我们这个提摩泰 他从小个子比较小 但他说比较软软 拜托你带着他 他是一个蛮单纯 蛮乖的孩子 麻烦你带着他 然后他阿嬷也加入 阿嬷叫罗宇 说是啦 我们提摩泰 根本就麻烦你带着他 跟着走 既是拣选 也是预定 神对摩西 对耶稣亚 对保罗提摩泰 的拣选也呼召 都是一样的 我刚讲 有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自己 其实是一个不错的人 内心深处 神啊 你不拣选我 拣选谁 实际上有一天 我看到这段经文 给我很大的震撼 我要请大家来念一下 更多前书第一章 27到29节 请 上帝却拣选了世上 愚拙的 叫有智慧的羞愧 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 叫那强壮的羞愧 上帝也拣选了世上 卑贱的 被人厌恶的 以及那无有的 为要废掉那有的 使一切有血气的 在上帝面前 一个不能指望 我一看 哇 糟糕啊 我还认为自己是聪明的 有智慧的 强壮的 得人喜欢的 有恩赐的 有能力的 有的 我就真的 再一次悔改 主要赦免我 你的真理 让我知道 一个回应呼召的人 一个听到神话语的人 都要像摩西那样 当场跪下来 脱掉脚上的鞋子 都应该像彼得那样子 我是个罪人 离开我吧 我不配跟随你 各位 你有没有发现 原来有很多人 没有办法成为基督徒的 问题在哪里呢 没有办法回应呼召的问题 在哪里 哇 我这个 PhD 哇 我念了好的学校 我有好多恩赐 我赚了好多钱 我住在Airbnb 我开好我的能力 我的恩赐 耶稣另外一话 讲得更辣 健康的人 不用医生 有病的才用得着 我来不是要招 乃是要招什么 学院 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 各位 我们稍微想象一下 那这段时间 我跟师母 不知道去见了多少医生 那医生有时候会问我们 很多情况 很多报告 我请问一个问题 医生喜欢医那种 病比较重的 还是比较轻的 当然是重的 重的才能够显出 它的功力 你知道我意思吗 你这个 吃一下维他命 回去休息 上个月就好了 哇 你这个病例 我从来没有看过 会诊 越觉得自己有病的人 越觉得是有罪的人 得到的恩典更大 那种医治 得到的兴奋更大 你觉得 你是个艺人吗 我看到这段经文 我真的就惭愧 难怪 生命当中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 听不到神的话 不知道他要带领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福音 非常重要的 神的带领 是在那些 软弱的人 显出他的恩典来 我们这群被呼召的人 就是要从心里面知道 我们是个罪人 我们 在神面前 是个软弱的人 比较 谁的病比较重 没有意义 我们重要的是 怎么回应神 大家都很清楚 这是摩西 然后他回应神的呼召 旁边 这个就是当摩西 在带领以色联 经过旷野 四十年以后 他跟耶稣亚说 耶稣亚 我的时间到了 接下来要靠你 弟兄姐妹 从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大家都觉得摩西 比较伟大 但是从一个角度来讲 摩西他其实也没有完成任务 没有 是一个奴隶完成的任务 是一个软弱的 知道自己 无有的 完成的任务 有时候我们的小岛 就是有时候有点偏颇 这个是保罗 在大马色的路上被光光照 他当然在第一世纪 建立了很多很强的 在他六十岁的时候 他写了很多的信 保罗书信有一半的 圣经新约有一半是他写的 但是他六十多岁就死了 他要死之前 把他最爱的门徒 那个人叫做什么 他提摩泰 他说我死了以后 请你把我修正过的圣经 传遍罗马帝国 传遍罗马帝国的人 不是道罗 是提摩泰 当然不是提摩泰 还有很多默默无名的人 还有很多软弱的人 还有很多的奴隶 还有很多无有的 很多卑贱的 他们顺服神的旨意 知道自己无能 依靠神 他们知道神拣选他们 知道自己没有能力 他除了依靠神以外 没有别的办法 弟兄姐妹 我们怎么看我们自己 我只有一个字 能够回应拣选的人就是 有罪的人 有病的人 知道自己没有能力的人 他们被拣选有几个条件 第一 当主的爱 临到他 他说主啊 我真是不配 主啊 我愿意回应你 我真的 我真的愿意回应你 对我这样子的爱 这样的人 才有能力 第二 他愿意开始改变 他的生命 愿意不断地改变 不断地改变 不断地改变 他知道靠着自己不行 生命不好的部分 他愿意不断地过滤 不断地过滤 不断地过滤 不断地改变 还有他愿意 从此一生 真正地 学习信靠 顺服 我们生命当中 有很多的时刻 你只有信靠他 看不见的时候 走不过去的时候 只有一个字 叫做 Trust and Obey Trust and Obey There is no other way To be happy in Jesus But to trust and obey 信靠舍服 最后 我们知道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 一切荣耀归给神 原来我从小一生 神训练我 装备我 让我吃了这么多苦 让我学习 一切荣耀归给主 这是四根非常重要的基础 弟兄姐妹 我们要成为一个真实的基督徒 第一个 我们要真正地 灰印神在我们身上的爱 我们愿意舍弃 为主 我们愿意 在他里面 信靠他 我们愿意把一切荣耀归给他 我用四个字 叫做 Through Him For Him In Him And to Him 这就是基督徒一生 应该要做的事情 当我们看见神的荣耀 我们看到挑战当中 我们说 主啊 我愿意顺服 我愿意顺服 我愿意改变 我知道 我除了你 我没有别的办法 你对我说话 出于你 我就真正去做 我生命当中所有的一切 没有什么可怕的 一切荣耀归给神 这就是保罗 他的诗歌所讲的四个重点 你不要去搞什么 什么预定论 搞什么神学 去抓住这几点就对了 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知道 原来我从小 神训练我 都有一个目的 很多的失败 很多的痛苦 很多的伤心 很多的灰心 都有他的计划跟美意 我如今回头来想 一切荣耀归给他 真是奇妙 真是恩典 真是Amazing 我相信 这样的见证很多人都可以做 但是我们不是讲假话 好不好 有段时间我们安静在主面前 我们要用第二首 我要看见来回应 好不好 有段时间我们安静在主面前 今天保罗的祷告 对你说了什么 你知道神 精挑细选你吗 你知道神 在你一生有奇妙的计划吗 你知道神对你的爱 不是因为你好 他就是爱你 他就是要拣选你 就是要让你从分堆当中出来 成就那个奇妙的美意 他让你一生有这么多的恩赐能力 这么有智慧 是为了要让他的名得着荣耀